欢迎来到赵理说事 节目开始我先问您一个小问题 平时咱们朋友们做家务的时候 你是不是经常切丝切片 如果自己刀工不好 不像大厨那么娴熟的话 我们很多人都会买一种小工具 我们可以称之为削皮器或者切丝器 全都有用 削皮器 我们随便在互联网上找了几个图片给大家看看 您可以看看您家用的是不是这样的 很方便 拿个萝卜 拿个黄瓜 拿个土豆 用这个擦皮器轻轻一擦 就能擦出很多丝来 咱们拌个土豆丝也好 咱们炒个黄瓜片也好 非常方便 我相信这种小工具家家户户都有 而且我记得大概我很小的时候 家里就用过这种东西 我相信这种小工具在我国市场上至少存在几十年了 大家司空见惯了 甚至如果家里的这个用的时间长了有点坏了 我们花几块钱 多说十几块钱 随便找个农贸市场也一定买得到 当然了 网上也有大量的人在卖 这么稀从平常的小玩意儿 结果最近给很多小贩带来了一个大麻烦 就在这一两年 内蒙古的很多商户 河南的很多商户 纷纷接到了律师事务所的一封信 人家信中说得很明白 你作为一个小商小贩 你卖了一个X37 对不起 我们要证告你 你这个X37侵犯了别人的专利 这是人家的一个专利产品 你卖它的专利产品 你这是侵权 我们要求你赔个五千一万人民币 你要不赔 对不起 我可以到法院起诉你 到时候你不但要赔钱 还要赔上什么诉讼费 律师费 而且人家告诉你 我们证据是非常确凿的 你真的售卖过这款产品 我们有人买过你的产品 并且取得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如果开庭 你一定打不赢官司 这些小贩 账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了 这些年来卖过各种各样的商品 怎么可能侵权呢 而且这个商品又不是我生产的 都是我进货 然后卖给消费者的 我哪知道它是不是别人的专利产品呢 而且很多小贩互相通信息之后 还上网去查询了 发现还真有人给这个插皮器申请了专利 是在2016年申请的外观设计专利 大家记得 不是实用新型专利 而是外观设计专利 什么意思呢 咱们国家的专利有各种各样的吗 同样是插皮器 可能有长方形的 有椭圆的 有这个木质结构 有这个半圆眼的 也有这个长圆眼的 在2016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魏鹏的人 他自己搞了一个特殊设计的插皮器 然后把他这个插皮器呢 申请了外观专利 然后也顺利的拿到手了 这个时候大家明白了吧 插皮器这种产品 在我们社会存在了几十年 魏鹏这个人呢 他并不是说 把所有插皮器的专利 都搞到手了 并不是说 别人不可以说卖插皮器 而是说 他自己设计了一种插皮器 如果有人贩卖 跟他设计的插皮器 一模一样的产品 那对不起 你就要侵权 你卖的跟他那个长的不一样 你就不叫侵权 这个事搞明白了之后呢 很多人心里有一个疑虑啊 怎么会这么巧 这么多商户在短时间内啊 都去亲了人家魏鹏的权 要知道 插皮器这种产品 在过往的几十年 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呀 什么缩镇的 竹子的 木头的 铁的 样式太多了 怎么可能短时间内 大家别的插皮器不卖 统统就卖你魏鹏设计的这种呢 而且你魏鹏 如此的神通广大 你能在短时间内 找到一大批亲你权的人 然后找律师事务所 去提告他们呢 甚至有人啊 把这个插皮器事件 和最近炒得很火的 这个胡辣汤啊 肉夹馍事件 做了对比 对比之后 我们才发现 人家魏鹏干的更狠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之前的这个 血腰症 胡辣汤也好啊 老同官 肉夹馍也好 他们好歹啊 还是打着振兴当地美食产业这个旗号的 然后呢 他们注册了这个商标 谁再使用了我这种商标呢 我就去起诉你 当然他们已经被叫停了 然而魏鹏这种专利产品 人家牛就牛在啊 这是一个先画把后射箭的行为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想啊 每年这个专利啊 多如牛谋 说实话 以往的节目 我们就跟大家聊过 小学生都可以去申请专利啊 有很多专利 你只要把这个画画出来 你这个形状跟人家不一样 你就可以申请外观设计专利 而且这种垃圾专利 说实话 根本就卖不出去 没有什么厂家 非要生产一个外观跟你一样的产品 没必要嘛 我自己有设计人员 我自己设计算了 凭什么你随便画画出来 我就给你一大笔钱 所以有大量的垃圾专利 根本就不可能投产 而魏鹏这个不一样 人家2016年呢 把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拿到了 我猜测 他一定找一些厂家 大量生产出了他这种产品 但是很显然 你也不过是外观有点特点而已 你跟其他那种 卖了几十年的消脾气 没有什么独特的竞争力啊 因为你根本没有什么独特的功能 没有让大家感觉到很方便 你那个外观也没有说特别棒 所以很显然这种产品啊 是会出现自销的 接下来 据很多被起诉的商贩回忆啊 在过往的一两年中啊 有很多人来他们的摊位 推销这种消脾气 小商小贩嘛 尤其是经营土杂的 那个产品是非常多的 什么锅碗瓢盆 麻布脱铺 各种各样产品非常多 对于很多小商小贩而言 不一定每种商品都是自己去进货的 也有很多是主动过来推销的 很多被起诉的商贩回忆说啊 有人推销这种消脾气 价格还很便宜 比自己以前售卖的那些呢 单价能低一点 这样利润能高一些 所以这些商贩感觉到那不错呀 卖什么不是卖 卖谁的不是卖 就从人家手里进了一些货 有近三十五十个的 有近一百两百个的 单价可能就几块钱 很多商贩也没把这个当回事 接下来魏鹏的团队就派出了人 到各个他们推销过的商贩那里呢 买这种消脾气 买的时候呢 还要做好证据的保全 哎 我跟你买的哦 我把钱给你咯 你把这消脾气给我 我全程录音录像 甚至要求小贩给出这个收据 这样人家就完成了取证过程 然后委托律师事务所找到这个小商贩 跟他讲 哎呦 你怎么敢售卖我们拥有专利的产品 你这是侵权呀 很多商贩在接到律师函之后 人家第一反应就是 你如果说侵权不是我侵权啊 是这个生产厂商侵权啊 你应当找生产厂商去啊 你找我商贩干什么呀 当然了 人家会去找生产厂商吗 而且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啊 你作为一个小商贩 你售卖这种有问题的产品 你如果找得到生产厂商的话呢 哎 你可能没有责任 你有正规的进货途径 你有发票 你也判断不清啊 他这个产品到底是 亲了人家的专利 还是亲了人家的商标 可是有多少小商贩 有这种意识啊 人家过来推销的时候 没给你留任何厂名厂旨 甚至连收据发票都不给你留一张 很多小商贩觉得 哎呀 不就是几块钱的一个小玩意吗 我搞那么麻烦干什么 结果吃亏了不是 人家就盯准了你 现在好了 魏鹏的团队 人家委托律师事务所说 你看看 我有专利 没问题啊 我有完整的证据链条 我真的在你那买到了这个 侵权的产品 那对不起 你又找不到生产厂商 就只能你赔我钱了 哎好在我要的不多啊 我要一万 你给五千 我就可以捡 所以真有很多小商小贩 只能打落牙齿 或血吞 赔了这几千块钱呀 大家明白了吧 这从开始就是个道路啊 哎 你可能做出来一个专利 你感觉到你这个专利 实在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说实话 不是说有专利 你这个商品就一定卖的好 你这个专利也转让不出去 没法给你赚大量的钱 结果你先画把后射箭 故意的把大量侵权产品推销给别人 让别人给你卖 然后你去起诉他们 作为法院而言 你这个证据确实很充分啊 你有专利 你有完整的证据链条 他确实卖这种商品了 那么法官也得依法判案啊 说实话 类似这样的事 以往也有 此前的节目 我们就跟大家讲过 有一批人专门向一些 卖茶叶的老板呢 推销非常便宜的 一两块钱一个的杯子 杯子的底下呢 打上景德镇制 结果 这也是冒人家景德镇的商标啊 有多少卖茶叶的老板 一不谨慎 结果落到人家的圈套之中去了 所以啊 我们提醒各位做生意的好朋友 既然你要售卖别人的产品 那么你在进货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查验一下 他的场名场旨 了解到这种商品 他到底是谁生产的 虽然你未必能判断清楚 他有没有侵权 有没有侵犯人家的商标 但是如果对方是正规厂商生产的 你跟他有合理合法的进货合同 而且有凭据 那么即便将来有人找到你 你也可以把这个事推到那个厂家去 因为毕竟侵权的是他 而不是你 而如果你感觉到 哎呀 这个商品这么便宜 一两块钱而已嘛 他没有产名场旨也很正常 那对不起 很有可能等待你的 就是下一个拳套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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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